Hello, 大家好, 我是黎 今天就來到荃灣碼頭 打算跟大家分享些什麼呢? 你看到我手握著一支鏡頭 這支鏡頭就是屬於灣稿的鏡頭 因為我看回我以前的影片的紀錄 就沒有刻意跟大家去分享 關於我們拍灣稿的時候 尤其是我們上了年紀的朋友 很多時候都喜歡拍一些風景相 其實我們拍攝風景相的時候 就需要什麼器材 機器就不要說了 反而我就說一些鏡頭的焦距 其實我這支是什麼鏡頭呢? 我這支就是三陽很便宜的鏡頭 這支給我用在這架APS-C的相機上 我簡稱是半蝙蝠相機 這支是12mm的鏡頭 其實我買了幾久了 這支鏡頭就非常值得用 而且出來的效果都不太差 而且它在小光圈的時候 出的聲望效果都做得很漂亮 我一會兒會跟大家示範一下 其實我們拍風景相 是不是那支鏡頭越壞越好呢? 會不會真的闊角鏡來講 我們盡量買一些很闊很闊的鏡頭 去拍風景相 包括了這支12mm 或者有些9mm 沒有變形9mm的鏡頭 其實我們用在這些超廣角鏡頭的時候 出來的效果會怎樣呢? 會不會畫像成像又會很漂亮呢? 或者構圖上又很突出呢? 我一會兒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除了這支鏡頭之外 這支就是這個APS-C的相機 我帶了原裝的那支KIT鏡 屬於16mm至50mm 它就相等於全片幅 就等效於全片幅 約24至70mm 而這支12mm 就應該等於全片幅的18mm 我們看看拍攝的角度 有多震撼 或者震撼之餘 有沒有什麼問題出來了? 這支鏡頭 你看到相機就在這裡 光圈快門怎樣去拆光 怎樣去用多少時間去曝光 用什麼色溫 我在這裡不說了 因為它講了很多課 自己去摸索一下 反而在這裡我拍給大家看 就是 這支鏡頭 這支鏡頭就是原裝的16-50mm 剛才我提到的等效距離 應該是24至70度 這支KIT鏡頭的畫質是不漂亮的 所以就 純粹是示範性質 看看構圖的材位 這支鏡頭 我給大家看一下 升高一點 調適它 其實都看到那個 螢幕 已經看到實際 相機出來的效果 現在來說 我就是用回 這支鏡頭最廣角的角度 它那個焦距離 就是16mm 你看到後面這裡 這個應該是 丁九橋 丁九 這個丁九橋 我們看下去 16mm 拍攝的角度 已經很夠 很闊 如果我在這裡拍一張照 我純粹示範的一張照 我預算用16光圈拍了它 快門 我應該可能 我剛才算過 大約 因為現在 那個時間 可能會越整越黑 那天 我就拍了它 大約是兩分鐘左右 試一下拍一張 現在的對焦來說 都很成問題 因為 我放大給大家看一下 OK 對焦了 其實這張 都不是很Sharp 因為這支鏡頭 紫蔥要來拍風景 就不行的 因為成像不夠 在這裏來說 我就要做一個 看看時間 那 要計一計它 剛才說兩分鐘 已經差不多過了 20秒 一會兒出來 就讓大家去看一下 說這麼快 就 看看標 一分二十五 二十六 差不多了 剛才我遲了去數 但 剛才我預算兩分鐘 但可能不是很夠 所以 我就行足它兩分鐘 曝光 捉了兩分鐘 就看看 會不會是Under 反而 Under不是一個問題 有得推 但Over了 就不能收 所以 差不多了 一分五十二 五十四 OK 可能會Under 這張照片 好 看看它 都不錯 曝光都很準 但是 今天的天色 很差 密運得很厲害 所以 在上空 藍天的效果 做不到 藍天的效果 高色溫 做不到 好了 這一張 大家看到 用16mm 如果我是用 OK 如果我現在用回 我看看 看看 大約 大約 我去到 20mm 左右 20mm 就差不多 等下全片幅 就30 左右 你看到 那個 構圖 它 合窄了很多 但是 我們 剛才說 用一個 16mm 就太歪 太 這個角度 在這個 焦距 大約 30mm OK 我現在轉到 24mm 等效 差不多 就是 35mm 左右 其實 35mm 拍出來 就似乎 看 丁九橋 就 起碼 多了 視角效果 就 窄了 令到 整個畫面 層次感 又多了 因為 如果我們太闊 真的沒有什麼看 OK 如果我再 再 扯近一點 去到 大約 30 30 至45mm 等效 全片幅 45mm 我們看到 整個畫面 收窄了 其實 我們 拍一些 風景 類似 在海面拍 我們 最好 用什麼 照片拍 現在 差不多 是40mm 40mm 就不太適合拍 風景照 如果我 轉過去 現在 這個畫面 是35mm 左右 全片幅 35mm 似乎 都 蠻適合的 如果 再轉回 16mm 等效 於 24mm 的 彎高 似乎 好像 歪了 一些 我一會兒 再轉 一個鏡頭 就是剛才那支 三陽鏡 拍張照 給大家 看看 12mm 其實 構圖 是否很震撼 我順帶 和大家說 其實我這支鏡頭 是給什麼相機用的 我就是給我的富士相機用的 這個 就是富士 我們也可以套在 Nikon的相機上的設置 我們就要加個 這些 adapter 這些adapter 很便宜 一百多元一個 就可以 變成了 你有兩款相機 就是兩款相機 附持 Nikon 都可以玩到 OK 我就放進 機身上 好 我就要調整一些 光圈快門 我剛才用了16光圈 先打開看看 大家看到這個畫面 即時變成了一些 紅色的效果 因為始終這支是手動鏡 所以它有一個 有一個 PIT的模式 就是當你對 Arm focus 它就把紅線 highlight 其實 環稿來說 就很難看到 會不會很sharp 或者什麼 所以我就嘗試 開大個光圈 給大家看看 其實我們怎樣去 教sharp 大家看看這個畫面 我就不對焦 就算了 就這樣 在這裏 就這樣給大家看 現在來講 我們看到這一邊 這一邊 鏡頭左上角 拍到這裏碼頭 上面的天花 而這一個位 這裏 這裏 就是這裏碼頭的石 石膊 所以這裏是12mm的彎稿 非常闊 所以在這些場景 似乎不太適合 好 我就試試 扯近一點點 對一對焦 OK 扯近它 對 sharp 了 我就 教它 用一個 16光圈 去拍這張照 OK 大約兩分鐘左右 我又拍一張照 給大家看看 出來的效果如何 就這樣了 OK 正在拍 其實呢 我也繼續講講 其實呢 我們用 一些這麼闊的鏡頭去拍 在這個場景 似乎就真的過了龍 有一次我記得 我戴這支鏡頭 戴這支 12mm的鏡頭 去了荷蘭 我打算拍風車 原來呢 我們去到 那些風車 就不是很密 不會放得很密 隔得很遠 才有一個風車坐在這裡 所以我套了這支鏡頭 下去呢 就 就出來那個畫面 太過壓縮了 變了 那個風車的效果 就 不突出的 就 佔畫面 很細很細 很細 所以就 似乎 有時候 我們買這些鏡頭 就不太適合拍攝很闊的畫面 那 反而呢 我覺得呢 就是說 我們用這些鏡頭 就在 在 城市裡面 就是街景 一些建築物 反而 就用得像了 因為我們 在香港來說 那個 街道裡面 比較狹窄 像我們去到中環拍一些夜景來講 可以拍到 整個建築物的高度 變了 就可以 比較 反而 會震撼一些 看看時間沒有 差不多了 講講一下 都差不多兩分鐘 讓我先按停了它 OK 看到了 照片 出來的效果 這樣 所以 在這個場景 就真的 不太適合 用這些 那麼闊角的鏡頭 去拍照 我剛才說 就是說 好像在我們街道 那裡 在街拍的時候 反而用12mm 或者甚至是9mm的鏡頭 去拍的時候 反而還突出 畫面 就令到整個畫面 就收了進來 而這些 那麼闊的場景 反而令到那個景物 就壓縮了 就看不到那個建築物 好像包括了這個 包括了那個丁九橋 都出不來的 只有紅色線 所以來說 大家似乎 就不是 不太適合 就買這些 這樣的 泰國灣古的鏡頭 拍一些闊的風景 上 這一次 就很簡單的分享 希望大家 可以認識到 不要 隨便說 去買一些 很闊的灣古鏡 看看你自己的需要 如果反而 就在 我經常是街拍的 OK 沒有問題 我建議買的 但是 如果你買到 9mm 來講 又要想清楚 因為9mm 實際是非常之闊的 真的 差不多走到 很近 去拍這張照 才有效果出來的 所以 在我的角度 12mm 這支 都幾 好用 這個簡單的分享 有什麼問題 也可以留言給我 或者你有什麼好介紹 也可以留言給我 大家可以多些討論 學多些東西 好了 今次差不多了 遲些再見 拜拜